貿工部長易华人在出席一個會議後受訪時指出 薪金的增長必須要有生產力的提高來支撐 是要它被人的增長度受到股票的增長度 因為這將會保護者能賺到更高的貿易 當我們保持財的貿易和貿易的貿易 和貿易和市場的貿易的貿易